用模拟器测试一下 新生卡比探索 明展示机上面的一个测试 体验的话就是说可玩 玩还是能玩的 就是会有一个间歇性的卡顿 就是说会有个编译的一个过程 但大致总体还是凑凑能玩 但是我还是推荐用ns来玩 ns体验肯定会更好更流畅 整体是可玩的 但是他就是说会有个场景性的一个编译卡顿 所以说只能说明展示机上面 只能单个长一长线就够了 实际要舒服的玩法还是得用spin去玩 模拟器还是不太现实 那可能现在模拟器不太完美 不过有一些游戏它的运行还是可以的 比如说什么这雪山国 我全城地盘的六属增 就是偏二地的游戏的话 他就是说增速稳定一点 现在偏三地的 或者2.5地的 他增速的话就比较没那么稳定 不过我个人觉得这个游戏应该可以媲美 马里奥奥德赛就串意性很强 有很多串意 可玩性很高 基本上我每一座的卡比我都有玩 然后马里奥的话说二地的难度太高了 所以说玩的特别少 还是马里奥德赛好玩一点 三地的难度没那么高 然后可玩性又多 种类又多 就是说这种这三地版的 不论是卡比啊 卡比的话二地的难度也不高 就是说特别适合就是老少街椅吧 这这款游戏就男女都街椅 然后他的一个这一款的创意特别高 各种变身 还能打这个可以变成用吸的这个 雪糕桶就能进行变身 变成雪糕桶 还能钻地 大只能还是流畅的 就是说整体还是流畅的 就是说会和我间接性的一颗 变异卡顿一下这样子 整体不影响游王 画面的话就是说也不错 这一块可能是平色的员工画面 看起来就比较偏白 因为我这边是晚上 然后用手机录录录像 然后上面是日光灯 所以说照下来偏泛白的 其实实际效果还是色彩是非常好 模拟机上面 就是说画面画质还是可以的 大致力录到这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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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